LAYO 聊世紀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印度斯坦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軍訓法3的比賽 OK這場比賽是俱裔羅內戰塔套對上VIPER 兩位都是跨藥 算是世界頂尖的男人 塔套來說他在世界排行裡面應該是算前五 甚至我覺得有前三的死力 前面那兩個是誰我就不說了 VIPER這位玩家大家應該是很熟悉 我們就不先介紹 先來看一下文明的部分 印度斯坦人最大的特色是村民 炸藥價非常便宜 而且洛杖的攻擊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這個文明也有大洛塔 後期還有印度火衝 超遠射程的火箱可以反制步兵 古拉姆也可以反制攻兵 所以整體印度斯坦人來說 不管遇到敵方出什麼單位都可以反制 但是唯一的問題就是非常吃驚 這些單位都是黃金消耗非常重的單位 所以印度斯坦的大幹道 有點算是補償了他缺金的問題 印度斯坦人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馬國 他的攻兵路線不太完整 但是戰毛兵還行 所以如果真的需要用到攻兵的時候 可以考慮戰毛或火箱搭配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Ryper這邊選擇了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種田效率 是非常非常快的 雖然可能還是沒有比波蘭的 立刻獲得8%的食物的這個資源還要多 但是斯拉夫人整體的 肉量運行還是非常流暢的 而且他的工程器呢 有這個木材消耗減免的關係 所以斯拉夫人他的打法會比較偏向於打這個步兵 配上工程器作戰策略 那斯拉夫人雖然也有大落馬 但是他的馬的部分沒有特殊能力 那只能用自己的貴族鐵石 換取更多的優勢出來 那斯拉夫人的後鞋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遇到對方工程器的時候 也可以考慮使用自己的森鋁 他的森鋁只有一端鞋說沒有 其他科技是有的 所以用這個森鋁反制對方的火炮 自己可以出重頭、武炮、衝車、步兵 還有這個 這個寶兵、貴族鐵騎 作為主要的進攻手段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地圖的細節 這張地圖的細節呢 這個實質路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把這張地圖給維持 就只能盡情的繞過去 那這個地圖上呢 有看到這個上面都有這個生物 那一樣地圖是五個生物的樣子 看起來是五生物 那這個生物呢 前期的爭取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張地圖的黃金也沒有到非常非常多 因為這個黃金樹 這個一樣是有主金的 那來看一下這裡 有一塊小金、負金 右邊還有一塊負金 野外的話黃金是稍微多一點點 比阿拉伯大概多了兩三塊左右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地圖的黃金爭取也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這個生物有拿到的話 優勢還是相當巨大 好 這邊看到viper、肉馬在這邊繞 英都斯坦人 這裡是絕地使用 一級伐木 先增加一下經濟 這裡等一下一級農田 兩邊都是頂尖高手 看一下viper這邊三棒棒 好 這裡棒棒過來了 棒棒直接點下 然後點了一種螢幕 兩邊都是打一個經濟型開局 沒有要包肉馬去爭取 這個快攻的節奏 原來這張地圖來說 相對阿拉伯來看 是更好為死的 就證明這裡為死 所以肉馬可以賺到的田頭 其實不多 可能雙方不知道 但是塔塔這裡還是雪地要下這個肉馬 這邊有看到viper 有出來吃脖子 那viper這邊也是雪地下馬就 好 看一下斯拉夫人 要會出肉馬 塔塔印度斯坦也是出肉馬 那兩邊出槍兵都會變得比較重要 好 這邊肉馬出下去的話會拿到優勢嗎 前面這裡沒有辦法騷擾到 但是這裡有個重點 因為對方一定要出來挖黃金才可以升到城堡的時代 所以viper這邊出肉馬的重點 跟塔塔這邊出肉馬的重點 都是要反制對方肉馬的主動權 還有這個控金的重點 好 待會細節來看一下 這裡槍兵過來 來 好 那viper這一波 闖出去挖黃金 這招會不會去抓 現在有三隻肉馬 好 來回這邊 稍微 稍微看一下 偵查一下這個狀況 兩隻棒棒追槍兵 棒棒回來打下長槍兵 但是要被擊火掉了 棒棒最後打槍兵 打到頭破血流 剩下一滴血沒收掉 哇 這個一滴血 殘血活下來相當關鍵 還可以放到產生東西裏面補血 打到這裡很有想法 被強兵復戳 好 出來挖金 好 這個階段來了 肉馬在這個階段 就會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viper下了馬就 卻沒按肉馬 viper可能覺得按肉馬 甜頭不多 好 不知道 但viper這邊應該還是要繼續撒農田 農田數量有點少 只有九片田而已 其實應該要再更多一些了 印度斯坦這裡已經來到了十二片田 那viper這邊是比較早挖房金 可能是要轉射箭廠 好 看一下有沒有補這個射箭廠 好 先補一個兵工廠 兵工廠先補 先補射箭廠 這個是什麼樣的一個想法呢 挖了黃金 黃金要投資在棒棒上 又按了三隻棒棒 我的天 看來是要轉裝甲步兵啦 好 轉裝甲 viper這邊對斯拉夫的步兵有點想法 那斯拉夫的步兵來說 我個人認為是世紀帝國裡面最強的步兵文明 因為他有這個王家四重金冠技術 可以讓自己的步兵造成範圍傷害的真實傷害 非常可怕 每一刀 下去都是刀刀入骨 而且這個效果不僅 可以用在這個裝甲步兵 這個劍兵系 甚至連槍兵都可以吃得到 所以斯拉夫人的步兵是非常可怕的 那步兵的話 造價便宜 而且攻擊速度快 整體用起來的感覺是相當舒服 在後鞋的部分 但前期來說的話 步兵最大的問題 還是害怕對方的工兵單位 但是塔套這裡是沒有轉射箭場 那待會要怎麼反制viper的 試裝甲呢 這個就是一大問題 這邊已經把家裡圍死 這裡補了一個市集 準備要來買賣一波 裝甲步兵直接手撕 這個木牆 這裡拉了一些槍兵跟棒棒 去打下後面長槍兵 右方補了一個劍塔 這裡看到 這麼多裝甲 趕快補下射箭場 好 這裡趕快繼續敲 老虎防助陣 秀一下秀一下 好 白虎決定直接手撕 模仿 好 這時候點下了支部技術 感覺到自己的村民有點危險 拉了一隻槍兵過來 打一下 第一時間被收集掉 OK 這裡槍兵失望也很多 那Viper這裡沒有繼續按裝甲步兵了 這也是決定 先升級再說 升級之後要繼續按劍兵嗎 這也是Viper接續的重點 這裡升級上去 繼續按步兵的話 待會印度斯坦的工兵出來成型也會很難受 斯拉夫人來說 他也是可以出戰毛兵的 有這個三級的工兵鎧甲 通常是可以擋下強弩的傷害 雖然少了這個一級射 但是總比少了三級工兵鎧甲 來 出戰毛兵來得好 好這邊想要圍但是沒有機會 Viper這邊想要秀個手術 沒有圍到 OK 這裡村民應該是一直被抓掉 好這裡肉馬還是拿到手殺 肉馬機動性還是更優秀一點 好上方這裡有工兵之後 決定回家 用這個槍兵跟步兵稍微回家防守 這邊就閃 這邊點下了城堡閃 大概慢了Viper一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待會Viper一上層 先守租這裡 把兵拉回家 這邊蓋一個 城鎮中心 那待會下一個城鎮中心的地點 最好是找個石頭 這個地方會比較好 或是繼續控黃之夜行 那以斯拉夫這個魔兵來說 如果想要對印度斯坦打出優勢的話 要出工程系配步兵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以打馬的情況下來說 打這個寶兵會如鐵型 可能還是會被印度斯坦的駱駝給壓制住 所以Viper這邊上城堡賽的轉兵 會變得更重要一點 可能要繼續走步兵路線 可以奴炮或是投石車之類的 會更適合 但是這些東西城行來說不太容易 前面的資源非常吃緊 你只要看了TC就可能下工程器製造所 還是要補一個 先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先出幾隻騎士擋一下 這裡直接往後戳 去戳後方的工程器製造所 槍兵沒事做 來戳一下村民 後兵繼續拉打 先點一下槍兵 槍兵先點掉 騎士出來 解掉兩隻殘血的長槍兵 後方繼續追 步兵直接往前A 不管了 收掉一隻工兵 彈血的裝甲往後拉 再次往前 出了幾刀 再次寡不敵眾 裝甲不兵全部倒地 先用個弩炮先 OK 三個城的東西 補了一台弩炮 Mipe這些木頭怎麼那麼多啊 看起來跟我的木頭怎麼不太一樣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經濟配置啊 遊戲來到19分喔 那沒事 19分的話確實有這麼多資源 好 這邊弩炮 會比較害怕肉 然後沒有城鎮中心 也可以反擊肉 這邊用弩炮防守 然後轉個修道院 開始要來講 來打這個 生物的戰爭 我們開頭就講到 這個生物在前期 中後期 都很重要 這裡如果能拿到生物的話 對於中後期的經濟 是非常好的 伊杜斯坦這邊是選擇的打馬弓 而不是選擇古拉姆 或是駱駝 或是奴兵的轉型 是直接打馬弓 打馬弓的話威力就很強了 伊杜斯坦的馬弓 確實可行 比奴兵的部分還行 好 馬弓霧陷的伊杜斯坦 黃金是非常吃重的 黃金要趕快多挖一點 木頭也是 第三個TC 開了稍微慢了一點 好 選了第一個生物 這張地圖 看起來生物裡 卡都好像稍微近喔 但是左邊是Reviper更近一點點 所以相對平衡 好 弩炮這邊看一下 卡到了幾發 著想一下 先放著槍兵 槍兵招搶掉 先打工兵 最後搞定 右兵的肉馬 直接撞到了TC Live後面有一個小打鬥 兩隻騎士殘血了 遇到僧侶只能撤退 Live這邊點下了 耕種技術 還有神聖思想 左邊兩個生侶開始走出來 想要撿這兩顆 但是塔操印度斯坦 兩個馬弓 在這裡巡弱了 看到槍兵 先射個幾發 但是槍兵上去 錯到了 傷害一發 搓掉一隻馬 再把生物放下來 招翔 再撿回去 Vipe這邊細節還是做得非常漂亮 招翔的到嗎 來不及 但是槍兵還是順利收掉了 趕快去撿生物 右邊的狀況是 目前Vipe一個生物都沒有撿 看起來塔操消防器左邊的生物了 是他右邊的生物應該是全都要 所以先撿了一個最遠的距離 好這裡補下了馬就開始要來噴馬了嗎 那對方打馬 不管是自己打重裝騎士或是貴族鐵騎喔 打這個 馬弓喔 都是不太好打的 畢竟人家的攻擊力 是遠程的喔 那斯拉夫人的貴族鐵騎是近戰防護力比較高 遠程的話跟一般騎士差不多的 好左邊竟然沒有放棄 直接過來還是硬式攔截 欸塔操獲得了總共4個聖物啊 Vipe最後只拿到了一個聖物 4聖物打1聖物 糟糕了 這張地圖如果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Vipe後期會很難受 而且 印度斯坦的大幹道這個科技喔 連聖物的黃金採集速度也會增加 所以這個聖物越多 對印度斯坦的加持越可怕 好 那目前Vipe有村民上的數量優勢 如果聖物上不行的話 那我們就從基本資源下手 去進攻對方村民 那斯拉夫人到地用的時代可以快速提升中型投資機去 罰樹 把這個木給砸掉 從中間進入 大本也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但是要砸掉樹的話也要確保自己能打得贏對方才行 好 塔塔這邊是決定轉一些駱駝 提升了一擊馬侃 賣了一隻駱駝之後轉出了新騎兵的升級 兩下點掉 這個村民一直在倒地 好 騎士要攔截一下嗎 包夾一下 一刀一刀一刀 砍掉了兩匹馬 右邊有個小打鬥 盧炮直接退了過來 但是輕騎兵在遇到這個情況是相當有優勢的 血量夠多 打工程器傷害很高 好 但是盧炮這個攻擊射程最小範圍啊 只要被貼掉之後就不能攻擊了 直接被騎兵單位給收掉 目前塔塔這邊的數量是12隻 12隻馬侃要對騎兵造成成盾傷害還需要一段路要走 至少還要來到20隻左右才行 所以這邊印度斯坦還是要趕快把自己的黃金給穩定下來 黃金數量一直不是很穩定了 這邊為了轉駱駝 所以趕快來開城鎮中心 好 Vipe這邊3TC之後 繼續農 但是沒有開下第4個TC 補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遇到馬侃的時候還要轉 長槍兵 這個是為了要防駱駝啊 好這邊抓到蓋梯系的村民 Ripe抓到了一波 機會 來招牆到了 正在蓋梯系的村民 阻止了這個城鎮中心的建造 好 投石車跟弩炮過來 好後方的騎士也在擋 但是駱駝過來了 馬攻也是 這波騎士應該是要送掉了 好右方的投石車 第一時間被弩炮砍掉 弩炮也要倒地 Vipe這邊進攻越來越兇猛 這邊轉出了大量槍兵之後 轉出了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哇大量槍兵怪來了 Vipe好像要來鴨寶了 九村鴨寶 好駱駝走到了槍兵處之後 有點殘血 但是血量還保存得很好 這裡看到越來越多的槍兵過來 塔塔這裡馬光要繼續補 生旅好像慢了一點 第一時間被砍掉了一隻生旅 第二隻生旅有機會 也收掉了第三隻沒有倒下 塔塔這一波小小的失誤 可能會變成關鍵喔 變成兩隻生旅的招牆 DPS已經被減少掉了 剩下一隻生旅只能發呆 打算直接碰生旅了 碰馬攻跟騎士碰好就好 再次全黃金陣容 但是Vipe也是在前線補了一堆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想要地獄機起來 這些弩炮好像有點困難 正前方的槍兵數量不夠多 導致於前方的駱駝完全打不贏 而且馬攻打槍兵速度實在太快了 雖然沒有安息人戰術 但是弓兵依舊對步兵有很好的一個反制效果 盧炮趕快繼續按 Vipe這邊的工程器造價非常便宜 開始走步兵加上工程器的策略了 但是印度斯坦也不是耗熱的 他能打的東西也是全黃金陣容 好少量的單位還在騷擾 但是塔塔這邊防守 防守得非常恰當 這用駱駝稍微擋住 好弩炮一出來 激活進攻 這邊塔塔還要繼續打嗎 弩炮往前 駱駝一向往前 但是有槍兵在 只靜吃不管 但是弩炮直接被抽掉好幾隻 弩炮開始有了機會 開始要堆積起來數量了 塔塔這邊趕快補一根城堡 防守這邊的進攻攻勢 不能讓Vipe的攻勢變成潮水般 沒有辦法停止 如果要停止下來的話 Vipe這邊會很傷 跟前置了非常多的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投資相當關鍵 好 冰座抽掉了 弩炮打一下 生女 搞定 好 但是後方沒有槍兵守護弩炮 弩炮直接被駱駝騎了上來 而且城堡已經蓋好了 這裡要拉拉收村 去解一下 投資車 解一下衝村了 後方的馬弓 也快要解到前方的騎士 Vipe這一波打下來的結果 是有點受傷了 經濟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損失掉了非常多的單位了 但是我們看到 Vipe這邊的支援量 是目前領先塔塔的 雖然損失掉了很多單位了 但是還是順利了 點下了帝龍時代 兩邊看起來 誰都沒有劣勢的感覺 但其實 真正劣勢的是塔塔這裡 他的支援量已經輸了快5000支援了 Vipe怎麼支援量可以贏這麼多啊 奇怪啊 這就是斯拉夫的種田之力嘛 好 繼續用正面騎士 加上槍兵的路線 工程器單位要產衝車還是奴套呢 這邊都要想一下 現在正面打不贏 先想辦法處理正面的問題再說 沒有工程器的斯拉夫 打騎士配槍兵 打起來還是相對被動 沒有辦法有 或者很好的主動選 這就是這個文明最大的 中期的問題 打印度斯坦 初期是優勢不大 繪煮鐵析也是 最近還有這個產能上的問題 右邊駱駝開始壓制過來 印度斯坦開始把節奏也打了回去 不能只有你進攻 我也要 這裡上億人在這個地方 36村沒有地方 可以全部收村 這樣是ok的嗎 好 VIPER這裡沒有點 弓兵鎧甲的關係 城鎮中心的駱駝不是很痛 好 印度斯坦點一下大幹道 印度斯坦的威力要展現出來了 VIPER這一波好像快要涼涼 上到帝王時代的駱駝 非常可怕 好 槍兵過來戳 很勉強 只出了幾隻 後面有更多的馬公跟駱駝走得過來 VIPER再次被迫收村 卡套這邊分數已經領先2000分 VIPER這邊資源雖然領先 但是卻要輸掉了比賽 好 點下了奇兵 重裝騎士 VIPER稍微繞一下 拉了三隻騎士 看一下卡套家裡 安然無恙啊 這跟城堡相當關鍵 好 也展出了一些古拉姆 開始要往前送 後方這一坨駱駝加馬公 要怎麼解決呢 好 斯拉夫人這裡可以趕快點一下 銀冠技術 羅斯堡壘 讓自己的城堡的造價稍微變便宜一點 這樣可以到處蓋寶去控制自己的經濟喔 不然讓卡套在這邊喔 沒有城堡 在這邊素無忌諾的在那邊騷擾 自己經濟很快就會爆炸了 好 這邊重裝好吉兵 跟重裝騎士的升級 三級的馬卡已經有了 騎士上前 槍兵上前往前戳 喔 這一波戳 戳掉了非常多的馬公跟駱駝 VIPER這波反打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右邊又有個大軍過來 VIPER馬上補了一根城堡 也不管有沒有點贏罐了 先補再說 勢太緊急 好 槍兵上前 好 戳一下 好 戳了兩隻馬 兩隻馬公被戳掉 三隻有機會嗎 差一點點 好 右車這邊蓋寶 會被蓋到陀佛血流 好 戳到陀佛血流 印度斯坦 金冠也點下了 印度火衝 準備出關 重裝洛琢 升級好 正面技術也是 這個變道騰寶 VIPER 學習對我的招式 剩3% 尷尬了 這邊臭命士上有點慘重 好 但VIPER從左邊又發動一起進攻 但這個進攻似乎要出事了 古拉姆也登場了 古拉姆一登場 這裡槍兵士沒有辦法打的 但是古拉姆很怕騎士 直接吃乾母禁 這個城堡最後是99.65% 還是沒有把這根堡給蓋好 VIPER這邊又拉了更多的村民來蓋 死了 都要蓋 OK 好 敲一下敲一下 OK 最後蓋好城堡 VIPER最後損失了 超過30隻的村民在這根堡上面 塔套這邊賺了非常多的村民數量 現在村民數已經被明顯打了出來 這一波衝車 VIPER要一波帶走 7台衝車 已經在城堡下方了 兵力城下 塔套這裡該怎麼應對呢 這裡槍兵數量明顯不夠 好 那好像有槍兵也不是辦法 VIPER這邊直接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塔套拿下比賽勝利 右邊這根堡真的是太關鍵了 這根堡就算蓋起來 經濟也已經爆炸了 VIPER要反擊回去也是相當困難 後期其實轉出了攻城器 印度斯坦的火炮也出來了 而且自己的黃金聖物還輸給了塔套 一個聖物的話 後期如果打聖旅的話 其實也打不太贏 對方有四聖物的 大幹道印度斯坦 整體來說 塔套利用了自己的文明丟視 打出巨大的節奏出來 節奏抓得非常非常好 把前中後期的節奏都帶得相當OK 後期的部分 讓VIPER感到非常絕望 即使有這麼多衝車可以衝爆 但是可能也沒有辦法擋不下 他後面這些的部隊 火槍駱駝 即使槍兵過來 也會被印度火衝 也射到頭破血流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VIPER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贏了大概快要4000資源 但是卻輸掉了比賽 光是這個聖物 就賺了2300塊的銅金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